帮帮忙基金会 今天上午在乐桥中心举行 向宏图拉斯慈善捐赠仪式 以及记者会 宏图拉斯副总统夫人奥瓦瑞兹女士 特别到会场接受捐赠 这次捐赠三个货柜的物资 价值高达35万元 总重量超过了12万磅 估计将有数万名贫困家庭 能够因此受惠 帮帮忙基金会自2003年起 每年将华人爱心捐赠的 职业培训学校设备 学生用品 医疗器材 灾难救难食品 与生活物资 送往宏图拉斯帮助当地最贫穷的地区 在过去11年中 基金会每年捐赠宏图拉斯 两个总价值约16万美元的货柜 迄今已经捐赠约价值200万美元的物资 今年基金会已经陆续送出 11个爱心货柜到全球需要的国家 基金会会长保潘小代表示 特别感谢这15年来 默默支持基金会的民众 和爱心人士 此次特地来美国表达对帮帮忙基金会的感谢 这也是首次有外国领导人 亲自参加的洛杉矶捐赠活动 奥巴瑞茨也表达了 对帮帮忙基金会 长期服务中南美洲的慈善之举 受到政府的肯定 也是华人之光 今天我们也帮忙忙送了第十二个货柜 宏图拉斯是第五个货柜送给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在他们的国家里面 对他们的贫穷的小孩子们有点协助 必须用的用品物资 像玩具衣物 各方面的东西 运送到中美洲去 给我们这些国家 也是一个把爱心发挥到 其他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我们也非常敬佩 天下卫视记者孟子文采访报道